温家宝在阿蒙总部发表了演讲 一句阿语开场拉近了中国总理与阿拉伯朋友之间的距离 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总理演讲的主题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演讲中温家宝首先表示 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 在多样中求同一 在差异中求和谐 在交流中求发展 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必须看到各个民族各种宗教 都是多样性文明的重要载体 温家宝介绍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 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切实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不移的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温家宝表示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十个民族 两千多万人口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他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受到了充分尊重 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同其他各个民族和睦相处 共同推动了国家和社会进步 文家宝指出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阿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 也是多样文明大放光彩的世纪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 同拥有数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 都肩负着让古老文明焕发青春的神圣使命 我们应该携手共进 把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阶段 为此 温家宝提出中国政府的四点主张 中国要同阿拉伯国家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合作 中国将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中国积极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愿同阿拉伯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 演讲中 温家宝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情况 温家宝强调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还面临许许多多 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必须兼顾 我们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温家宝最后表示 这次埃及之行是推进文明对话之旅 也是发展友好合作之旅 中国同埃及的友好合作 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典范 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埃战略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国将继续支持埃及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温家宝强调 中华民族是一个众友谊